新书快报 大家好 我是Vanessa第一次水中摄影就上手的作者 我是周韶华 欢迎您收听新书快报 其实讲到水下摄影 我想到很多人都喜欢去玩水族或者是看鱼缸 其实水下摄影的作品总是令人神往 一般人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呢 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个Vanessa 就是这个颜孝珍 她口气还蛮大 她的书就敢叫做第一次水中摄影就上手 我们请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你自己第一次拍的水下摄影照片看起来如何呢 我第一次拍的照片是惨不忍睹 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都不知道我在拍了什么 那张照片大概里面是什么样子呢 我记得我是拍一个海阔鱼 就是小小的鱼 那种就是最好拍的 因为它其实在原地不动 但是我既然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都可以拍的对焦对不清楚 颜色也不对 上来之后就是一片蓝蓝绿绿的 可是像这样的照片 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会从此放弃摄影了 能不能谈谈说 你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身份 潜水多久了 那后来为什么愿意继续拍呢 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全职的潜水教练 只是我是潜水一两年之后 才开始接触到水下摄影 当时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拍照 所以在见到水下就觉得 我也想要把水下漂亮的生物 眼前所看到的那些生物记录下来 只是当时水下摄影不是很普及 然后我记得我拍完刚开始拍照片之后 我的教练就跟我讲说 你还有很漫长的一条路 水下摄影师 因为我们身边常常接触到很多 非常非常厉害的摄影 水下摄影师 然后大家都 他们都拍得非常好 你就觉得 其实我也想要拍成像他们这样子 但是如果他们都可以这样 因为他们并不是全职的专业摄影师 那我既然有这么多的机会 可以更常在水下练习的话 我应该也有办法拍出像他们这么好的照片 就一直鼓励自己 他们也给我很大的信心 就是也一直教导我 说可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所以慢慢的练习 难怪你最后还是写了这本 第一次水中摄影就上手 这样的书里面很多的照片 看到您拍的照片 真是非常令人神往漂亮 尤其是你这个书的标题 其实一开始是写说 跟海龟一起游泳玩自拍 我想整个过程应该要花很多的心力和技巧 我们稍后再来慢慢的介绍一下 那今天请到Vanisa 严孝珍来为我们介绍她写的这个新书 很特别的主题 水下摄影 因为您自己的经历会让我很好奇 因为您刚刚说你是潜水教练 可是我看你其实是一个部落客 你写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教学的文章 而且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偏向那种旅游书 尤其是那种跟海岛交言有关的旅游书 这次突然你决定要写这个水下摄影的教学书 我想中间应该有一个鸿沟要跨越吧 你克服了哪些障碍才写出这样的书呢 其实一刚开始有这个念头想要写这本书 是因为我一直是在不同的海岛国家担任潜水教练 我身边接触到很多 跟真的是第一次 可能是第一次到海岛玩 然后比如说马尔蒂夫 他们去海岛玩第一次使用水下相机 想要记录下在水下 然后还有旅游过程的那个美好回忆 可是每个客人上来之后都觉得很失望 我看着他们的连续觉得怎么办 你出来玩我也好想让你玩得很开心 可是你的照片真的是也是惨不忍睹 所以我就开始想要说 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帮他们 那我也曾经参加过浮潜谈 拍照的经验跟您刚刚讲的差不多 其实我是觉得我很容易找不到适当的光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了跟相机看到了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拍出来的跟想象差很多 既然你这本书叫做跟海龟一起游泳玩自拍 第一次水中摄影就上手 我想你的口气这么大 要不然在这边就透露一些什么样基础的要诀 让我们可以稍微拍的比原来想象的好一点 其实水下摄影如果是第一次拍照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直接设置连拍 连拍啊 连拍 因为在水下对焦的时候 你可能焦距抓不好 然后而且水会有波浪 然后鱼又会游动 就是种种因素会让你很容易照片会模糊掉 对就是傻瓜拍摄法 你可以先设置连拍 就是一个地方你可能连拍个五张十张 总有一张是对焦清楚的 可是还有那个光的问题 您拍的照片都非常漂亮 其实光线的话 光线最主要就是天气跟时间比较有关系 所以早上跟下午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适合拍照的时间 那你会觉得为什么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 为什么不适合拍 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是最容易产生反光的情形 特别是浮浅的时候 对因为阳光太强了 所以如果你是浮浅比较接近水面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珊瑚很亮很亮 然后一直都是你自己眼睛看都会觉得有点反光 所以其实早上就是这种 你顺着阳光的方向拍 比如说太阳应该在你的背后 光线在你的背后 所以你就顺着那个光线去 然后你的拍摄的物体 就会自然的被阳光打得很漂亮 我看你的那个照片里头还有很多种是类似 像说前面是珊瑚 然后上面是阳光 所以它有点逆光的那种感觉 那个剪影 很漂亮 那更高级一点吧 比如说如果这样就是你有点逆光 就是在比如说接近水面 然后有点跟太阳有点反方向 所以你才可以拍得出太阳的光线 我们叫那个叫耶稣光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对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感觉就是阳光从水面上透下来之后 如果一条一条一条 很像珊瑚在发光发射出去的感觉 当然不能太强烈的阳光 然后会有点折射的感觉 叫做耶稣光 真是非常有趣 其实水下摄影有很多很有趣的主题 那我想还有一个可能很听众很想知道的是说 如果我买的不是专用的水下摄影机 那现在有很多的套件可以让我包一包 就可以下水拍吗 你说就是比如说手机加个防水袋 这样的方式吗 这样的方式很容易吗 如果是浮潜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手机加一个防水袋 这样就可以下水了 但是现在水下相机非常的普及 所以一般交易来一万块左右的相机 也是可以拍出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特别它也可以潜水用 是 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 Venissa言孝珍 她写了一本新书叫做 与海龟一起游泳玩自拍 第一次水中摄影就上手 那么讲到海龟我还蛮好奇的 水里面这么多生物 您为什么特别提到海龟呢 我很喜欢海龟 是因为我想大家都非常喜欢海龟 而且海龟像我们每天在海里面 看到各种不同的鱼类 你会发现海龟其实是 很像宠物的一种生物 而且海龟是会认人的 像大家在封面上看到那只海龟 其实是我已经跟它玩了非常非常久了 然后从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它会有点怕 然后可能又慢慢的就是 又跟我游反方向游走了 然后到我每天都下去 我后来发现 它怎么每天都在那里 然后我就猜想它的家应该在附近了 我就每天都去那边找它玩 每天都去那边找它玩 到最后几次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在我身边游动了 好可爱 难怪你要写这本书的书名叫 与海龟一起游泳玩自拍 第一次水中摄影就上手 讲到海龟 我也想到那个自拍这件事 我想自拍族一定非常爱您的书 因为你讲到了几个专题 一个是水下人像 就别人拍你 一个是水下自拍 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简单透露一些秘诀呢 如果是水下人像 就是别人拍你的话 它比较重要 摄影师比较重要 你一定要确保它 有办法把你拍得很漂亮 当然你自己也很重要 你自己要放轻松 摆好姿势 不要太紧张 然后就是静静的在那边 然后做好姿势 就是这样专业的模特 然后露出你灿烂的微笑 让摄影师拍下你最漂亮的瞬间 那水下自拍的话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现在路上都有玩自拍 拿着自拍棒 跟自己朋友 这样一起合照 水下自拍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只要拿着自拍棒 然后相机设定定时拍照 你就这样子一直拍 一直拍 那个焦距或者焦点 会不会跑掉 有可能 但是其实你在 像我自己自拍的话 我是 因为我比较习惯 我可能这样子 镜头早度稍微抓一下 我就可以拍到 大家听众朋友 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会建议你 比如说你一次 连续设置拍个五张十张 然后你可能再从 自己前面从左边 然后慢慢的移 镜头移到右边 比如说每三秒拍一张 每三秒拍一张 你会慢慢的找出 因为一刚开始 你一定要去找出 在自己在水下最漂亮的 那个角度跟狂限 然后可是之后 你就会非常容易了 果然是非常有经验 最后一个 我觉得您的 是不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海底的地形 跟摄影是有关系的 你为什么会特别开一个 张姐讲这个海底的地形呢 因为像我们天天在潜水 而且我在很多 不同国家潜水过 然后你会发现在 各个不同国家的 海底地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高山 有洞穴 在路上有 水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水下也有高原 高山 然后又有洞穴 可是这两种 完全不一样的主题 它拍摄的技巧 跟它可以呈现的 那个美感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洞穴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种耶稣光 只有在洞穴里面 你可以拍得出 最完美的那个光线 这真的是很像 3D效果的感觉 你不会觉得这是真的 但是它是真实的 这么漂亮 那你拍高山的时候 你的角度 跟拍摄的方式 可能你就跟洞穴 完全不同了 最后其实在海洋的话 因为它海洋非常的漂亮 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的爱护维护它 下水的时候 记得不可以去碰触 践踏或采集珊瑚 对所有的鱼类也是同样的 然后我们在水下的时候 记得不要擦防晒油 真的 会有人这样做 一般的客人 比较不会愿意去 做这样的配合 所以谢谢各位 我是第一次水中摄影 就上头的作者 粉丝亚严肖珍 我是周曹华 欢迎您下一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